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说放或跟放 小奇落水就应该做得到 但如果靠追是不是应该是天狗 是呀 其实我自己很喜欢香港这两对马 但其实如果你说计经验的话 我相信天狗可能就多一点 因为最少今次是第四支 就去出征日本 还有上次它也跑过短途锦标 如果大家没有忘记的话 一会儿上年就 有点塞了 对 干扰了 被三文共舞 如果今年的话 我觉得柏宝应该会吸取上次的经验 在阵上面应该会打醒十二分精神 所以我觉得这次一定会找到一个好位去跑 如果相对上我觉得小桥流水 没错在亚时谷王席锦标那场是赢得很漂亮 但那场是一场直路赛 我有点担心就是可能在经验上面 跑转弯的路程会有点影响 因为始终都是第一次过去 但状态和实力我就不担心 我自己就喜欢小桥流水 不过我也赞成Barbara说 天狗去日本多过我 所以可能经验都有些帮助 有没有什么补充呢 小桥流水方面 小桥流水其实比天狗早九天就一早过去日本 在那边都已经适应过环境 还有联马斯沈杂成 其实他已经先一段时间飞过日本 包括小桥流水的粗链 我相信联马斯对马匹的状态也很熟悉 马匹对中山径马场的环境也很熟悉 我相信他适应环境方面也不可以忽视 都跟他一旦准备了 不用去到最后赶火场 先吃添水了 其实都是这两个马都是万全的准备而来 但这次对手如何 其实我首先觉得安田隆行的三只 也挺有机会是对香港参赛马的南路虎 当然了 短桃马皇角还有名字 最担心他就练三只 上次有四隻, 今次抽完一隻, 出三隻 真機靈, 龍王, 衝鋒進氣最熟, 大家看到有高拉, 有扁, 很多東西 幾隻馬來講, 當然是真機靈, 始終是春秋短途製霸 今次是第三次, 現在贏了歷史性, 連續贏三屆 真機靈上次推出, 大家都看到新肥, 還有比較急 一隻馬出來, 跟上年我們看到的贏短和馬尾留著衝, 有一點分別 不過你覺得這隻馬, 今年的情況如何 是呀, 嘉莉, 你也有提到這件事, 就是牠重了 那連馬尻就說沒問題, 就覺得因為牠牠自己成長了 而且對比, 牠其實有五個月沒有出賽 對上牠是跑那一場的高重工 然後牠休息了, 亦給他一點時間, 可能牠慢慢放鬆一下 然後再跑這一場的人馬錦標 那跑到第四, 其實我覺得當我開氣的話 其實不是太七禮 其實牠的部署有幾個, 因為原本打算落雅士谷跑 即是短途大賽, 即是下季休息 休息, 休息精神來秋季衛免這個賽事 另外, 龍王, Michael, 好像你都蠻喜歡這些東西 是的, 龍王出到十一場之後 從未脫過三甲, 這個表現真是準確 就算是一把尺, 由上場開始 福永有一換了岩田康城騎 如果到時由岩田康城繼續騎這隻馬 我就對牠更加有信心 其實岩田康城也是大賽騎士 其實今季, 牠都贏了三個一級賽 包括日本打比 剛才也說過, 中山競馬場, 牠本身都是離放頭馬 龍王, 牠本身都是用一個前領的策略去人對手 如果到時佔到先機的話 我相信三甲一直都不可以看小 但是三位, 如果你說經驗, 經驗都很重要 龍王和曾基凌 曾基凌是去年的盟主 但是如果說跑這些短途的級賽, 或者短途的分級賽 經驗衝鋒進棋應該是三甲裡面之貫 是啊, 不過我經常說, 要是阻人, 要是被人阻 輪盡一點 龍王, 沒脫過三甲, 剛才剛才說過 現在一次跑第三, 就是高重工場左轉場 右轉來說, 沒脫過連贏的程 準確到這個位置 反而衝鋒進棋, 衝鋒進棋 我們看到今年的成績, 他沒有贏, 但一直維持上來 上一場, 他只是拍照, 以為贏了, 拍照 原來終點前那一刻, 剛才拍照, 拍輸了 其實上次, 你們當他贏了, 我們都叫叮當碼頭 他的形式, 提到他這場的時候, 一定是最好的 你們喜不喜歡, 衝鋒最奇 其實你提回我, 今早看報紙 蓮馬斯說他覺得這匹馬, 其實鎮上 他只是欠缺了運氣 原來你剛才補充了, 他就是欠少許運 今年就是未贏, 會否可能也有機會 今年可能會打開勝利之門 其實我也害怕, 為甚麼 因為你說這幾隻馬裡面 就是安田龍館這幾隻 其實我想他自己也未必覺得 三隻, 哪隻一定贏對方 因為很簡單 曾經雖然說他爭取連霸 但是要小心一件事 正如剛才所說, 大家都所說 就是他真的肥了一點 但是好像龍王, 龍王有一點 我是很擔心的 明明在我們做高重風紀念 那個特輯的時候都說 那時候是很厲害的上來的勢 但是原來半年沒有贏過了 眨眼油 所以對比衝鋒進氣 又經驗比他們好 但是又好像沒有那麼受注目 會不會這隻會跑得好一點 可能要跑過才知道 好了, 這三隻安田龍館的馬也說過 其實在這場賽事裡 除了這幾隻馬之外 其實香港一對馬 還有不少的對手 既然是這樣 不如我們下一節再跟大家 講講另外的日本對手 estiver到來吧 以後 是 找人 說 在